昏迷四年的植物人 已经三个月没来立假 检查后发现 他竟然离弃怀孕 陪在身边照顾的男护工 成为最大嫌疑人 阿里希亚本是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深受舞蹈老师的喜爱 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舞蹈室练舞 住在对面的贝西诺被他深深吸引 每天站在窗前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站就是半小时 日久生情 他逐渐渴望能有一个机会 接近阿里希亚 想什么来什么 这天 机会终于来了 阿里希亚练完舞回家 钱包掉在了路上 正好被贝西诺捡到 他便一路尾随 阿里希亚还以为他是个跟踪狂 直到他拿出钱包 才放松警惕 借还钱包的机会 贝西诺和阿里希亚套进口 这是两人第一次说话 他得知阿里希亚喜欢墨具 电影和旅行 还顺利知道了他家的地址 贝西诺还意外发现 阿里希亚的父亲是明星理医生 第二天 他像往常一样 站在窗边等待着阿里希亚 可是阿里希亚却迟迟没有出现 阿里希亚的父亲做心理咨询 这样他就能顺利进入阿里希亚家里 了解情况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心理疾病 只好随便编了一个 说自己单身太久 已经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 询问完 阿里希亚的父亲 让他下个星期继续来了解情况 完事之后 正准备离开 他忽然看到阿里希亚房间的门扮演着 于是偷偷地走了进去 打量着女神的房间 还顺走了一个发家 出门时 正好撞见洗完澡的阿里希亚 他满脸疑惑 贝西诺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来看病的 让他不要误会 阿里希亚也就没放在心上 接下来的几天 贝西诺照常守在窗边 可阿里希亚再也没有出现 他的发家便成为了 贝西诺唯一的情感寄托 直到一个星期后 他去找阿里希亚的爸爸复查 才得知 阿里希亚出了严重的车祸 变成了植物人 整日躺在床上 父亲很爱自己的女儿 决定招护工专门照顾 而贝西诺正好有这方面经验 这是一个无限接近阿里希亚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于是去应聘护工 虽然他是男的 但阿里希亚的父亲认为 他是个同性恋 不会对自己的女儿有非分之想 于是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他照顾 殊不知 这是羊入虎口 男护工掀开植物人的被子 为他清洗身体 不仅如此 还耐心地给他按摩腿部肌肉 按时给他测量血压 贴心地帮他洗头 理发 这个植物人是他的女神 只要能每天陪伴在朝思暮想的女神身边 无论让他做什么 他都愿意 他相信 通过自己的细心照顾 阿里希亚迟早有一天会醒来 在瘫痪之前 阿里希亚喜欢看电影 贝希诺就独自去电影院 把电影情节记在心里 然后回来讲给病床上的阿里希亚听 即使他根本听不见 贝希诺也乐此不疲 这天 他在医院认识了一个和他遭遇相同的男人 男人名叫马克 他的女朋友曾是一名斗牛士 在一次斗牛表演中 发生了意外 被牛撞飞 脱行 成了植物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马克无法接受 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友 马克甚至不敢给他翻身 他害怕 女友会突然没了呼吸 当看到 贝希诺如此细心地照顾阿里希亚 他表示很不理解 是什么动力让贝希诺如此坚持 他无法做到每天对着植物人自言自语 却得不到丝毫反馈 他认为这样做 根本没有用 没有意义 可贝希诺却表示 因为自己深爱着阿里希亚 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 对方都能感觉到 迟早有一天阿里希亚会醒过来 马克被贝希诺的深情所感动 渐渐地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经常在一起交流心情 还会一起带病人出去晒太阳 每天交流照顾植物人的经验 二人频繁地交往 甚至让医院里的同事 都开始议论纷纷 怀疑二人是不是同性恋 直到有一天 马克照常来到医院 却发现女友的前男友出现在病房 耐心地照顾着女友 从前男友口中得知 女友心里爱的依旧是前男友 了解到这些 他认为女友已经不需要自己 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 离开之前 马克找到贝希诺告别 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一告诉他 贝希诺对此表示理解 临别之时 贝希诺却爆出一个惊天想法 这个男人疯了 竟然想和植物人结婚 在他看来 两人的关系比很多夫妻都要亲密 贝希诺将这个想法 告诉自己的好友马克 马克甚至觉得他疯了 谁会和一个植物人结婚 植物人都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甚至连那句我愿意都没有说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原来贝希诺深爱着植物人女神 借照顾她的机会 偷偷与她发生了关系 并且篡改了护理记录 但终究只包不住火 几个月后 医生发现 阿里希亚已经几个月没来立假 经过检查发现 阿里希亚已经怀孕了三个月 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男护工贝希诺 经过调查 证据确凿 铁证如山 贝希诺也无法反驳 最终被送进了监狱 几个月后 在度假的马克发现 自己的女友去世的消息 打电话向医院询问情况 却意外从护士那了解到 贝希诺被抓进了监狱 她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的好朋友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 于是她赶紧前往监狱 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获得探视的机会 二人隔窗相望 贝希诺对自己所做的事毫不后悔 自己被关进监狱也认了 但她现在唯一关心的 还是阿里希亚 她想知道阿里希亚现在怎么样了 可没有人愿意告诉她 于是她请求马克 帮她打探情况 之后为了方便打探 马克住进了贝希诺的房子 她发现贝希诺的床头 贴着一张偌大的阿里希亚照片 打开窗户 对面就是芭蕾舞蹈师 马克定睛一看 竟发现阿里希亚出现在舞蹈师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关上窗 照着床头的照片 努力对比 发现阿里希亚竟然真的已经康复 原来她怀胎十月 生下了一名死鹰 之后便奇迹般地苏醒了 手脚也逐渐恢复 可以自由活动 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克想尽快告诉监狱里的贝希诺 却被阿里希亚的律师阻止 为了保护贝希诺的精神状态 律师要求马克 不要给他透露阿里希亚的相关情况 马克答应了 再一次去监狱探视时 马克并没有把真相告知贝希诺 而贝希诺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他无法忍受没有阿里希亚的监狱生活 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最终坚定地选择了与世界告别 到死的那一刻 他也不知道阿里希亚已经康复的事实 最后 马克来到贝希诺的墓前 将真相告诉了他 希望他泉下有之 也能心生宽慰 电影对他说 讲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贝希诺对阿里希亚的爱 注定得不到丝毫回应 他为之付出了所有 甚至生命 可这爱终究是畸形罪恶的